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7月15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 咱们啊,还是先看河尔松战场 欧乌双方在地内泊河上展开较量 大家先看这个视频啊 这是在地内泊河啊,入海口附近 这是河网密布啊 大家就知道了啊 这个地内泊河这地方什么样子 可以想象一下,你说陆军从这儿过河 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什么好地点啊 不是明智的选择 但是越是这种地方,越容易渗透 就是小规模的部队可以在这儿活动 不适合大规模的部队行动 这个地内泊河下游入海口处啊 有大量的这样的河网和岛屿 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啊 可以看到这个乌军啊 利用这个无人机空中侦察 发现这个有俄军啊 在往这些岛上渗透 发现了这个俄军动向 那么这个乌军啊他们就开着这个快艇 炮艇啊去追逐消灭俄军 这个是乌克兰的海军啊 第73特种作战中心 驾驶两艘这个快艇啊进攻俄军 根据这个视频可以看出来啊 这次行动一共是摧毁俄军啊 一艘船破坏一艘 消灭五名俄军 通过这个视频大家就对地内泊河下游有一个印象 实际上啊像这样的战斗啊基本上天天都在上演 就是双方一个是渗透一个是反渗透 所以这种地方实际上是比较适合炮击啊 双方守住这个岸边的阵地 就是炮空 我们再看看这个安诺诺夫斯基大桥这儿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是乌军啊 在安诺诺夫斯基大桥这个桥头堡位置 桥墩这儿拍的视频 这个大家就对安诺诺夫斯基大桥这个 探头阵地啊有一个印象 这个就是所谓的别墅区啊 都已经炸成这样了 可见这个俄军啊每天要打多少发炮弹呢 就炸这个地方 这个安诺诺夫斯基大桥彻底被炸毁了 但是它的桥头啊还是很这个坚固啊 从这个视频也能看出啊 这个地内泊河的右岸呢 比左岸地势稍微高一点 这个右岸就是乌军啊 就是现在的赫尔松城 乌军掌控的 左岸是俄军 对吧 乌军现在要渡河到左岸 那么右岸的乌军的炮兵啊 他就占优势 因为他居高临下啊 根据这个最新消息啊 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司令称 乌军正在准备向赫尔松和阿瓦迪夫卡方向进攻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啊 国民警卫队司令说啊 乌军正在对俄军的防御整个纵身 进行主动侦察和火力破坏 以便为进攻行动做好准备 看样子乌军啊 在这个安德诺夫斯基大桥这个滩头阵地啊 花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了 这个大桥的桥头啊 牢牢的被乌军控制住了 于这个蒂尼泊河右岸的这个 联络线呢 就是运输线 恐怕也是已经很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部队可能要渡河 要发动对这个俄军的攻击啊 我们再看看克里米亚 这个克里米亚很有意思啊 根据这个当地的敌后武功队的报告 说这个俄军啊 正在克里米亚大桥上 在进行加固啊 就是部署一些这个 军事设施啊 看这个图片啊 好像是在铺一些这个 干板 为什么要对这个克里米亚大桥进行加固呢 他们在克里米亚大桥还 布实了很多这个角反射器啊 这个角反射器可以干扰这个导弹的定位 就是干扰它的信号啊 实际上呢 就是这次北约峰会上 法国要援助啊 乌克兰50枚 这个风暴阴影呢 巡航导弹 这个引起了这个俄军的警惕 认为啊 乌军很有可能要摧毁这个克里米亚大桥 所以他们要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加固 进行防护 根据游击类的报告啊 这个俄军啊 还用民用卡车 润在这个军火和弹药 军用物资 混在这个民用车队里面 穿个克里米亚大桥 润到扎布罗尔前线 又一名克里米亚高官呢 暴亡 这几天这个俄罗斯的高官呢 一个接一个的死亡 遭到了报应 这个俄罗斯前克里米亚主管 叫尼古拉耶夫 被人殴打致死 这个尼古拉耶夫啊 是个铁杆普京粉丝 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前 尼古拉耶夫担任俄 驻克里米亚的最高代表 高级外交官 帮助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后 普京为了报答他的贡献 让他在能源和石油部门任职 就是能源部长啊 居然被人打死了 这真是叫报应了 坏事干多了 关于克里米亚的命运呢 这个泽伦斯基多次说 他可以打到克里米亚这 然后通过谈判收回克里米亚 主要俄罗斯愿意 北约认为没有证据表明 克里米亚的命运 可通过谈判决定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 乌克兰的目标是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包括将克里米亚重新置入其控制之下 这是由泽伦斯基总统制定并得到北约盟友支持的 这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这次北约峰会很明确 支持乌克兰用各种手段 武力或者谈判拿回克里米亚 这是既定目标了 非常明确 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消息 以前啊 这个北约欧盟还有一种声音 这个声音就是恢复到2022年2月24号那个边界 乌东四个州是乌克兰的 克里米亚还是由俄罗斯占领 这个在欧洲有这样的声音 但是这次峰会啊 开完大家意见完全统一了 那就是克里米亚必须要回归到乌克兰 克里米亚回归到乌克兰啊 这个对北约对这个黑海沿岸的其他国家 尤其是土耳其 还有就是英国 他们是最希望克里米亚回归到乌克兰 脱离俄罗斯的控制 俄罗斯一旦失去了克里米亚 那么俄罗斯在黑海的发言权呢 基本上就没有了 或者就是很小 我们看看这个巴赫木特战场 现在这个巴赫木特战场越打越激烈 这个俄军显然不想束手就腹 拼死抵抗 奋起反击啊 他是在各个方向上进行反击 根据这个俄法媒体的报道啊 俄军在巴赫木特北部方向发动了反攻 俄罗斯军队在巴赫木特北翼发起的反攻啊 已经连续第三天 从别尔霍夫卡村的西南方向发起反攻 但是俄军在这一方向上 遭到了乌军第57独立摩托化步兵旅的阻击 这个第57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啊 他本来是在赫尔松的新卡夫沃卡地区啊 现在也到了巴赫木特 乌军啊 试图以低强度攻击向亚格德内方向推进 双方都在积极使用火炮 迫击炮以及所有的武器 乌克兰陆军总参谱部在晚报中报道称啊 阿尔杰米夫斯克方向正遭受 俄罗斯航空和炮兵的猛烈火力攻击 俄军在别尔霍夫卡地区进行了多次反击 在俄军的炮火下有15个定据点 包括瓦修科夫卡、卡索夫亚尔、亚历山德罗、 舒尔蒂诺、迪利耶夫卡这么多居民点都遭到俄军的炮击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的通报 他说在巴赫木特的南侧有战斗的推进和敌人顽强的抵抗 在巴赫木特的北侧敌人发起了反击 试图收复失地但被击退没有成功 南部战线进行行动继续在梅利托布尔和别尔江斯克方向进行 在五个村镇我军取得成功 目前正在巩固以取得阵地 敌人目前正在调动部队并动用所有可以用的后备力量 由于我军士兵每天都在摧毁敌人的装备库和武器库 敌人的攻击次数有所减少 就是说乌军采取的攻击俄军的后勤补给 这个策略已经起到了效果 俄军的装备炮弹明显一点跟不上了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洛夫7月14号宣布 乌克兰军队在巴克木特以南的安德里夫卡地区进行推进 科瓦洛夫表示在安德里夫卡地区乌军取得了成功 正在巩固新占领的阵地 乌克兰军队在巴克木特北翼发动了成功的袭击 占据了北部索罗达尔的桥头堡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 这个蓝色区域就是在索罗达尔北边 乌军已经拿下了 这个就是索罗达尔的一个桥头堡 这就相当于乌军在这儿把俄军的防线又撕开了一个口子 这个地方相当于咽喉要道 所以这个对俄军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消息 对索罗达尔和巴赫木特的俄军来说 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说到巴赫木特就不能不聊一聊这个车臣的抖音部队 我们先看一看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军区发言人切雷瓦蒂 他是怎么评价车臣部队的 7月12号乌军东部军区发言人切雷瓦蒂表示 车臣卡多罗夫的部队重要职责是警察职责维护治安 作为士兵他们没有价值 你说这个车臣的抖音部队到哪儿去人都瞧不起 这个也是奇了怪了 在巴赫木特克里什齐夫卡附近 车臣的埃哈麦特特种部队接触乌军后遭受重大损失 死伤30多人后直接撤退 切雷瓦蒂说 我认为如果他们试图再次与乌克兰旅交战 他们将被彻底击败 7月11号 干贝·泽伦斯基从土耳其带回乌克兰的亚素营指挥官 他一共五个指挥官嘛 亚素营的那个营长普罗科佩科 他都已经到达巴赫木特战场了 已经在巴赫木特战场拍视频了 什么意思啊 就他已经重返前线 而且是最前线 打得最艰苦的地方 他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继续战斗 然后卡德罗夫命令 驻守巴赫木特南部的这个 阿赫玛特特种部队啊给他们下达命令 务必将其全监 不要俘虏 只要尸体 这个卡德罗夫啊 不愧是口炮界的天花板 他居然让这个阿赫玛特种部队啊 去把这个亚素旅啊 把他们全尖掉 而且只要尸体 结果呢 7月12号 这个刚跟乌军一接触啊 立马就跑了 阵地都不要了 丢了30具尸体 7月14号 这乌军啊 用导弹打击了车臣的阿赫玛特营地 这个营地啊 车臣部队 这个抖音部队啊 他们躲在地堡里面 就是地下室里面 结果被导弹直接命中 只剩下两个人活着 恐怕还包括这个派视频的 他们拍的是vlog 真的是生活啊 就这个时候还有派视频 要记录嘛 派视频的说啊 他不知道其他人命运 其他人都被掩盖在那个 非墟之下 死活搞不清楚 你看这个车臣抖音部队 现在往日的威风 没有了 也不喊口号了 变成在镜头前抱怨了 估计又是风暴阴影 拜访了这个车臣部队的营地啊 这个卡德罗夫说啊 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说的 说车臣的阿赫玛特第54旅 已从马林卡撤出 卡德罗夫说啊 关键是该城市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 拥有许多地下通道的地下防御公式 这死的乌克兰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 这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其实车臣部队被打残了 在前线实在呆不下去了 这个卡德罗夫赶紧下令 让他们保存实力 赶紧溜吧 找借口啊 不要逞能 不要拿脑袋往墙上撞 能跑就跑 要牢记使命啊 车臣的部队主要是拍段子的 不是争取打仗的 关键今天又有一个传言 现在没有证实啊 什么传言呢 说这个卢卡申科对媒体说啊 说有一架载满民兵 就是车臣部队啊 在伊尔76被乌军击落 飞机上的车臣兵全部死亡 这个事情发生在7月9号 据称啊 这个伊尔76这架飞机满载车臣兵 准备是要增援巴格莫特的 结果被乌军击落了 这个恐怕不久啊 就有消息出来 这个乌军为什么信息这么准 你看前不久 刚把这个58集团军的副司令 在比尔江泽克给炸死了 据说啊 乌军得到准确情报 俄军中将佐科夫 就是58集团军的副司令 在该指挥部停留 乌军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立马使用风暴引营 巡航导弹前去慰问 原来是乌军得到的情报 咱们上一次说了 有可能是普里格金泄露的 那这个不好说啊 然后今天啊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布达诺夫表示啊 我们的情报来自普京身边 这是我们每次都能预先掌握 俄军动态 击杀战犯的保障 布达诺夫这个话呀 不能全信啊 因为他是搞情报工作的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他说他的情报来源是 普京的身边 如果真的是来源是普京的身边 那你不就暴露了吗 因为普京身边没多少人呢 那普京肯定得挨个得查呀 所以他这个是虚虚实实的 但是布达诺夫一定是有情报 要不然乌军不可能这么准 前面干把这个 副司令给炸死 后面就摸到了这个 车程部队的营地 直接就把地下室都打通了 多少人活埋呀 据说那个 这个比尔姜斯克一次炸死了150人 这个具体多少人呢 还没有核实 推算是150人 然后这次 如果俄军的这个 这个伊尔76 真的是被乌军击落了 一飞机撤成的抖音部队 全部报销 这个绝对都是情报 这是 战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看这个 其他国家怎么看待 乌克兰的这个反攻的 爱沙尼亚军事情报局局长 格罗斯伯格 山孝表示乌克兰即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他表示乌克兰的空袭 摧毁了俄罗斯的指挥和后勤 而俄罗斯的后备力量 也已经接近尾声 前线部队由于缺乏轮换而失去了动力 俄罗斯联邦的储备即将耗尽 因为部队无法从前线轮换 在巴赫木特 乌克兰解放了该市周围的关键地形 使俄罗斯的补给线 取入乌克兰的火力控制之下 自春季以来 一直驻扎在巴赫木特的俄罗斯空降兵部队 仍然被困在该市并遭受损失 而且无法将他们派往其他地方 获增补预备役 瓦格纳部队离开后就是一盘散沙 这一事实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格罗斯伯格表示 他这个说法还是可以验证的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俄罗斯的指挥和后勤 后备力量接近尾声 前线部队由于缺乏轮换而失去了动力 这个58集团军的军长被撤职 不就是因为这个 他那个录音网上都有 我们再看一个视频 这个是凤凰卫视的一个记者 他在采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应该叫波多利亚克 大家看这个视频 我请问你渴望和礼貌 为什么你认为 烘克兰和北朝鲜组织站在一起 对烘克兰来说是能够解决这场危机的最好方式 为什么 вы нам这一样 总共用意 因为任何的关系 因为任何的关系是一个 判断在于亢队 在军上 然后是几续的关系 你不想著我們支持? 好, 但你不說, 這是協議, 所以我們想一起 建立一個能力的保護 我們沒有別的方法 我們沒有別的方法 作為記者 他問這個問題 雖然說人不爽 但是作為記者 可以這麼問 因為他不是專家學者 他是記者 記者就是 我帶來採訪 提問題 因為他是記者嘛 記者他是記錄現場 他是採訪 不是表達記者的觀點 是要表達對方的觀點 但是這個說法 讓烏克蘭人非常不爽 烏克蘭人說 你們不幫我們就算了 不要老想著 這個凍結戰爭 老想著讓我們什麼停火 這是烏克蘭人表達一種不滿 對誰不滿呢? 不是對記者不滿 剛才說過了 記者只是一種 把你的聲音傳遞出去 大家要理解 如果有的時候 記者他不問這樣的問題 那你沒有辦法就這個問題 展開你的說法 和表達自己的態度 就像某一年 那個叫政府工作報告 那個會啊 總理一直就在等著別人問他 一直沒有人問 然後他就還延長了 直到最後 有一個記者問出來了 關於西紅柿的看法 這個應該是十幾年前了 然後他說下了那個著名的話 叫什麼 如果不改革 那麼以前取得的成果 會隨時失去 大概這個意思啊 原話我不記得了 總之建議改革 我說的不是這個事 我說的是 他一直在等記者問這個問題 記者不問 他總不能自己跑來說這個事吧 那你想想這個 鳳凰衛視的記者問 波多利亞克 也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要從這個角度去看問題 如果你是學者這麼說 那就顯得很無知 很淺薄 我們再看看關於這個黑海糧食協議 因為馬上就到期了 7月17號 根據法印社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7月13日表示 圍繞永許烏克蘭通過黑海出口谷物的協議 俄羅斯提出的要求完全沒有得到滿足 2022年7月有關各方簽署了 永許烏克蘭重啟谷物出口的協議 同時還簽署了一份關於確保俄羅斯糧食和化肥出口 暢通無阻的備忘錄 除非俄羅斯同意延期 否則鼓舞協議將於7月18日到期 然而莫斯科曾多次威脅要退出該協議 因為俄羅斯本國的出口一直受到阻礙 大家知道為什麼俄羅斯本國出口受到阻礙嗎 它受到什麼阻礙 它不是糧食潤不出去 它是拿不回來錢 大家明白這意思嗎 你把糧食用到非洲人家非洲兄弟要啊 沒有人說不要 沒有人說只要烏克蘭的糧食 不要俄羅斯的糧食 不是這意思 都要 問題是烏克蘭人賣糧食可以拿美金 你俄羅斯去賣糧食 拿回來的是一堆亂七八糟的各國的錢 唯獨拿不了美金 所以俄羅斯覺得我這糧食賣不掉 我賣糧食受阻 我賣不掉你也別賣 就是這個邏輯 所以它一直要求 它提的條件就是你美國 歐洲你把我這個SWIFT的系統給接進去 讓我能夠用美元交易 至少讓我這個農產品 包括化肥 農作物可以用美元交易 這個人美國人不願意啊 就是不讓你用 誰知道你拿糧食 換了美金之後 你拿個美金要去買軍火 那普京就不願意了 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糧食協議還得看土耳其的艾爾多安呢 法新社援引艾爾多安的話稱 普京迫入土耳其壓力 最終同意了延長糧食協議 這個艾爾多安多次表示 無論俄羅斯同意不同意 土耳其都將派軍艦 保護黑海的烏克蘭全隻 當然不到最後一刻 普京還會變卦 但是變來變去 普京也沒什麼牌好打 最後只能吃啞巴虧 歐盟和美國就是不想他開放SWIFT系統 他也沒脾氣 然後呢 土耳其一意孤行 就是要給烏克蘭的糧食穿隻提供護航 你俄羅斯的黑海軍隊 他敢跟他幹嘛 普京沒什麼牌打呀 估計得給艾爾多安打電話 希望艾爾多安給個面子 大哥要面子 錢不錢的都無所謂了 好歹給個面子 乾貝瓦格納、普里克金搞的這事 一點面子都沒了 這個普京啊 今天啊 又在那個會展上又公開說 說西方的坦克和其他坦克一樣在燃燒 甚至比其他坦克 例如蘇聯製造的著名的T72坦克 燒得更好 好烏克蘭軍人拒絕駕駛西方提供的坦克 因為是俄軍的優先打擊目標 他們在戰場上會首先被摧毀 這個不愉快的情況 妨礙他們使用外國製造的坦克 這普京居然當著記者說這麼多 你說他這個消息到底誰給的 就是普京啊 但凡啊 這個手機上裝一個TikTok 他都不至於變成這樣 就是完全封閉在這個自己想像中的 或者是燒一股給他揮報的 就是信息減防 咱們都知道這個俄式坦克啊 跟那個西方的坦克 它構造不一樣 俄式坦克也有優點啊 它的優點就是少一個人 它好像三個人就夠了 你看美國的坦克必須四個人 鮑二可能也是四個人 它為什麼多一個人呢 那個人就專門搬炮彈 從那個後面那個儲三包彈的那個儲三石啊 萬初搬炮彈 然後那個把它放到那個專天機裡面 然後炮彈發射 它就多這麼一個人 這是它的優點 但是俄式坦克缺點什麼呢 它那個炮彈為什麼不用搬呢 因為它那炮彈就在炮塔下面 那個自動轉天機啊 像個盤在那轉 你說那個炮彈和那個炮手 和那個車長和那個駕駛員 好像都混在一起 那你說一旦這個穿甲彈打進來了 就是迅爆炮塔的炸飛了 能飛到四十米高 所以從這個構造上來說 那一定是俄式坦克會更好看啊 所以咱們在戰場上看到那個鮑二 好像很少看見鮑二燒得一塌糊塗 什麼炸的七零八落的 也有啊當然非常少 但是你看到這個俄式坦克 基本上都是釋手分離 然後整個的炸的面目全廢 最後我們再看一個關於金磚峰會 在南非舉行的這個峰會 現在麻煩大了 據報導啊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提出 由拉夫羅夫代替普京 參加金磚國家峰會的要求 但該提案遭到俄羅斯的堅決拒絕 拉馬福特總統說 我們意識到我們受羅馬規約的約束 所以我們不能邀請他 然後又逮捕他 如果他不來我們會很高興 這叫什麼話呢 作為東道主啊 他居然說普京啊 你不來我們會很高興 你說這多刪人啊 這是普京遭受了一萬點暴擊啊 人還說啊 不行把你們那個外交部長派了算了 代替你 這普京是要面子 大哥好面子 居然這麼幹 一點面子都不給 你說普京的鬧性不鬧性 關鍵是南非啊 要糧食的時候 好話都說盡了 現在對著普京兩眼一翻 面子也不給了 本來普京指望著 對吧 你那個什麼羅馬規約有什麼用啊 在我們俄羅斯這些協議都是用來撕毀的 你簽協議不就是為了撕毀嗎 為了我 你難道就不能把那個羅馬規約給撕毀嗎 結果這個南非總統啊 拉馬夫薩說啊 你最好別來 為了你把這個羅馬規約給撕了 不合適啊 咱們雖然窮 契約精神還是要講 最後我們再看看法國啊 現在法國是態度大變了 據美聯社報導 受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刺激 法國議會於7月13日批准 在未來十年增加國防開支 增加的資金將用於核武器和常規武器現代化 加強網絡防禦提高人員能力 以及提高國內需求和增加對烏克蘭的援助 這個可了不得了 未來四年它要增加預算了 軍費開支要增加 而且這裡面很多都是要給烏克蘭的援助 法國一旦這麼做了 德國啊這些國家都會跟進 法國是表率作用嘛 帶節奏的嘛 戰打了一年半 歐洲這些國家現在開始漸入佳境 這小火慢頓啊 這還沒有發力啊 現在歐洲北約這個國家還在協調之中啊 並沒有滿不符合的支持烏克蘭 但是隨著這個戰爭的推進啊 他們一定會越來越緊密 給烏克蘭的援助會越來越多 他們自己的這個尊實能力啊 後勤補給也會再增加 這對俄羅斯來說啊都是噩夢啊 因為俄羅斯它是在減少啊 它的能力是在減弱啊 普京現在像出國都不行 只能去那些有數的幾個國家 但是啊今年的普京和去年的普京已經不一樣了 你去年的時候去哪兒 風風光光 今年去哪兒 普京啊恐怕內心深處會感受到一些不一樣 對吧會被別人瞧不起 會受異樣的眼光 會被冷落 這一切啊都是普京自找的 好這集嘛我們就聊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 謝謝大家